这只公海马正在生宝宝 这是它第一次生宝宝 一只只小海马被它从育儿带中喷出来 养殖员用滴管吸取两只海马宝宝 并用显微镜仔细观察它们的状况 不出养殖员所料 这窝海马又要死一大半 就在几天前 这只公海马还是独自一只马在鱼缸里发呆 养殖场为了防止它们谈恋爱 会将公海马与雌海马单独饲养 海马喜欢生活在滴水流的海底 即使这样 它们依然需要找东西附着 养殖场会在鱼缸中加入海草 藤条让它们附着 它们的小尾巴会牢牢地勾住附着物 在海马的繁殖季节 工人会向鱼缸里加入异性 海马表面上是一夫一妻制 它们在追求异性时 会用尾巴勾住对方 直到两只海马肤色变得相同 就说明它们已经结成了夫妻 外人不得插足 在交配时 此海马会将自己的卵子输送给雄性 并在雄性的育儿带中完成兽精 和袋鼠一样 海马也拥有育儿带 随后这些小海马会在育儿带中 孕育14天左右就能完成孵化 在生小海马时 雄性海马的肚子会进行收缩 许多小白点会从它的肚子里喷出 海马爸爸一胎能生产300多个小海马 在挺着大肚子期间 它并没有忠贞不渝 依然会找其他雌性海马玩耍 真的太渣了 不过在养殖场内的海马 成活率却不足一半 相比自然环境 究竟差在哪里 你绝对想不到 养殖海马的海草能直接食用 这是一家养殖海马的养殖场 因海马能撞羊 市场需求越来越大 人工繁育的海马 成活率并不高 在一开始 检测合格的海马 会由工人放在一起饲养 在饲养池中 工人会给海马安排附着物 相比会腐败的海草 工人更倾向于使用铁丝网 铁丝网也能让他们抓得更牢 小海马的嘴和肠胃都很细小 工人会将很细的粉状颗粒 作为海马的食物 仅需用小塑料杯 在桶中咬上一小杯 这就是一个养殖池中 所有海马的一顿开销 海马适合生长在 温度20度至26度左右的水里 养殖池中的水 盐度也会被工人经常把控 但小海马在出生时 却会死上一波 除了一些正常死亡 他们也会得病 不过在工人的不懈努力下 水中的海草直接给人们食用 都不会拉肚子 大部分小海马便能健康地长大 工人取出一块大饼干 仔细看这块饼干上 都封印着完整的小虾米 这就是大海马的食物 工人会将大饼干 用切割机分成无数个小块 在扔入水中时 海马会用自己的嘴 吸取饼干上的碎木 海马的嘴一直都很小 除了吃海中的小虾外 一些细小的贝类和海藻 都是他们食用的对象 养殖的海马 和海中捕捞的并无差别 在药材市场 也能卖个好价钱 这是一斤价值上万的鱼类 自从可以撞羊 价格就一直居高不下 这些养殖场中的海马 上一秒还在狼吞虎咽 下一秒就变成了一条海马杆 经过烘烤后的海马杆 水分失去了大半 但在市面上 却能卖十多块钱一只 老师傅拧开一瓶酒 将它倒在海马上进行去腥 随后老师傅掏出一点白菜 并把白菜切成片状 放入桃罐中 除此之外 桃罐中还需加入一些常见的蘑菇 猴头骨等 用于提鲜 等待将所有奢侈品放入桃罐中后 师傅就会来到灶台边 将纯净水倒入锅中 再加上一点料酒 蚝油 经过简单的煮制过后 这些汤汁就会被浇入桃罐中 这是要吃海马刺生吗 并不是 师傅转手 就会将桃罐送入蒸箱中 这种蒸煮方式很朴素 但也有点low 但蒸出来的食材是真的香 海马经过取星处理 也口感不错 海马的主要用途是撞羊 所以它被泡酒是必然的 不过更有甚者 一只观赏的海马 也能被卖到上万元 在养殖场内 也能吸引到不少游客来参观 当游客来参观时 这些海马会吸附在游客手指上 看上去非常的乖 海马是保护动物 捕捞它就意味着牢底坐穿 不过养殖它们还是可以 由于海马用途广泛 虽然价格过高 但市场目前还是求大鱼工 不过海马生活在海中 养殖方面 一定要调配出适合海马生长的海水 此外还需注意微生物繁殖 带来的疾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